Hello,大家好,我是杨莉 我们今天在溪口 刚刚不是吃饭的地方也是在溪口 现在吃饱饭,然后我们就到这里面去走一走 这里是蒋介石故居溪口 我们以前经常来这边散步 有时候吃完饭,没事就来这边溜达溜达 环境非常好 这里其实对我们来说已经熟的不能再熟了 已经早就习惯了 也不是第一次来了 每天来这里的游客也非常非常的多 这后面是一个学校,武林中学 在当地非常有名的 好像是一个重点高中 武林中学 武林中学,武林学院 全部放学了你知道吗 都是一排跑车来接的 这么洋气 周末来放见人家跑车来接 我知道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比较重点的学校 天呐都是放学的是跑车在门口接的 那么厉害 有桂花的香味好香哦 好舒服 你看这河边,我们去拍照吧 我们去拍照吧 这个树很漂亮,应该有很多年的历史了 港市不需要是不是 文昌阁 这里 收费 120 西口 西口,位于林波市西南40公里的凤化西口镇 东靠武林,南平山西 北靠雪豆山 水绕山环,景色秀丽 近代这里又因是蒋介石 蒋经国父子的库里而引世人注目 也是著名旅游景点 深得旅游爱好者的青睐 今天我们所来到的地方主要是西口古镇街道 街道上分别有武山庙,文昌阁,武林门,武林中学 都是非常有名的 在这里我最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武林门跟武林中学 武林门,距武林山级,二古镇门户 原址武林安 1929年拆建,房古城楼 城楼上一共有两层三间 俄书有武林两字 面东为于右刃所书 面西系蒋介石所提 楼上原作为民众越南市 有走廊相通 楼下中间门洞通道 共行人车辆出入 门墙契为粉色石块 武林中学在武林门内右侧 1929年由蒋介石创办 占地为90余畝 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 布局疏落有致,绿化成衣 环境幽静 解放后 曾作为宁波地区医院 1988年5月 复明武林中学 建保持原貌 OK,好了,现在我们要回去了 所有的逛了一下 下次过来再 晚上有时间再过来 大家看夜景 非常漂亮 好了,今天的视频拍到这里 拜拜 拜拜